变形金刚红了好多年了 很多人还会cosplay 组装成自己好像变成了变形金刚 美国选秀节目American Idol 就出现了一个参赛者 还真的变成了一个真人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出现在美国偶像的 争选现场 让评审泽泽称奇 这套给C 真的是变形金刚迷的美梦成真 这位24岁的参赛者阿祖 利用二手玩具车 简易工具箱 加上在大卖场买的零件 打造出变形金刚服 他把车轮固定在衣服上 套上拆解之后的车壳以及滑板 但他趴在地上 车壳还原成玩具车 就能靠着车轮以及滑板 在地上滑行 不过来参加选秀节目 甄选能不能唱歌跳舞 还是最重要的 这位老兄真的是很不会做人 评审里头坐着 史密斯飞船的主唱史蒂夫泰勒 他不唱史蒂夫的歌 竟然挑了别的乐团的歌来唱 选歌没选好 加上凭良心说歌喉真的不怎么样 阿祖最后没能通过甄选 不过还是让他一戏爆红 现在每天继续在好莱坞日落大道上表演赚钱 他还打算接受定制 替电影粉丝打造个人专属的变形金刚服 中天新闻 林江里报导